如果他不是用神 如果三官不是用神 那肯定不好 但是如果三官是用神 那肯定很好 脸书直播八次论断教学 黄英发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好几年前甚至还录制了教学光碟 一般来讲都是 比方说再有一组 两组双中的时候 他会出事 七十一岁屋主黄英发是命理师 经常在脸书直播教学 在两岸也教授地理捕挂 书房内都是命理相关书籍 书桌后还摆了风水罗盘 他生前最后一次po文 还提醒大家 大年初六是月破日 出门记得丢垃圾 把贫穷赶走 但他看了一辈子的命理 竟然没算出自己的死结 蛮多的像说地理啦 捕挂啦 六刃啦 还有八次 是他最拿手的 他最肢股命最真 很是 黄英发的太太林美莲 火警发生时 及时逃出送医急救 邻居表示 黄英发和太太 两个人信仰虽然不同 但感情相当的好 太太是新基督教的 你看他挂的那些 一年世纪都有灯光的伞 他先生的时候心目密终的 他两个心理教不一样 黄英发坚守命理是风骨 不靠专长练才 跟儿子一起出乎在这处二楼民宅 一家人感情融洽 没想到一场大火造成三死一伤 天伦梦碎 记得郑伟强黄熊S群小组台中报导